叔叔 你看我好看吧 萱萱今天很好看 叔叔开心吗 开心 萱萱在 叔叔就会一直很开心 不是应该 因为要跟妈妈结婚才开心吗 对 萱萱说得对 叔叔 妈妈她真的好好 萱萱很爱妈妈的 可萱萱却同意 把妈妈给叔叔了 所以萱萱想让叔叔 一定 一定对妈妈好 好 叔叔答应萱萱 一定 一定对妈妈好 叔叔真帅 乖 昊悦 爸 怎么了 来一下 有件事想找你帮我妈 好 萱萱 去玩吧 喝茶 好 谢谢爸 没啥事 就是想找你聊聊天 其实 我知道 你们家条件很好 但是我们家斯乐 也是我和他妈妈 把他进行培养大的 所以 爸 斯乐很优秀 您们二位把他培养得很好 所以 您放心 昊悦啊 好 你们就要结婚了 作为父亲 有很多话想对斯乐说 但是 我不太会说话 所以 就写在信里了 等你们办完出个宴以后 再给斯乐看 爸 时间差不多了 先去忙吧 好 那我先去了 我先去忙吧 进来吧 死了 你也眼光真不错 这套衣服可适合你 画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 不客气 你怎么才来啊 刚思议还说要找你对刘成呢 刚爸找我 他又找你说什么了 没有 爸就是找我聊个天 你别多想 行 我知道你别安慰我 他找你能聊什么天 无非就是想数落一下对我的不满的 斯洛 这个是你爸 姓啊 我从小他就这样 写信批评教育 我让我给他回信 自我批评 齐斯洛 只有互相在意才会争吵 你明不明白 我跟他的事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请 亲爱的女儿 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就那样地看着你 心里想着 这么小的家伙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我像所有的父亲一样 不知天高地厚地幻想着你长大了 是会做一名科学家 还是会成为 宇航员 但后来 我却又不想你长大 一想到有一天 你会变成大姑娘要嫁人 再也不会拽着我的大拇指 问东问西 骑在我肩头到处过 我这心里呀 就觉得空落落的 在你五宿的时候 我在林子里干活受了伤 在床上躺了好几年 家里所有的开销 都落在了你妈妈的身上 所以死了 你从小就很懂事 我知道作为父亲 我亏欠你很多 所以当你说 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使我是全力支持 我知道我女儿那么有天赋 要足够努力 一定会拥有美好的人生 可家里却发生了变故 你就此选择放弃自己的梦想 无论我怎么阻挠 甚至不惜我断绝关系 像威胁 也改变不了你为了孩子 而放弃前途的决心 不回就不回 你 你想爱护你自己的女儿 却忘了 你也是我的女儿 我也会心疼的 所以死了 你一定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别荒废了曾经的刻苦和天赋 你没有亏欠任何人 更不要亏欠了你自己啊 齐家姑娘 拜谢父母恩恩 最后我想再祝福几句 妈 我只能陪你长大 却无法陪你走完人生 爸 我总有一天会与你分离 您身体不好 还有高血压 我们还是换成长吧 希望那一刻陪在你身边的人 也能像我一样爱你 爸 真的对不起 这一刻 想拥抱所有可能 关于世间的歌颂 我猜都在你眼中 我猜都在你眼中 永远保留着 永远守护着 我们的行动 从这一刻 朝着你的方向 狂奔 穿过世间的迷宫 你还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牵过齐家姑娘的手 送他走出齐家的门 从此 他就是宋先生的妻子了 一起携手 共同步入这条坎坷路 予以从此平安顺遂 我真是搬起石头 擦自己脚 什么 没什么 这石头真的容易搬脚 走吧 你小心点啊 这路谁脱的 我脱着他 自己个出门搁着脚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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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个仪式吗 想让你脚着 加油加油加油 这么多石头怎么走啊 就是 今天临晨嫂子她爸带来一车大麻 但原来是石头 你没事吧 干嘛 干嘛 你干嘛 坚持一下 爸妈想看 爸 妈 浩宇说了 坎坷的路我不用走 他来就好 好 加油 好 好 你们吃下 怎么可真好 你们坚持一下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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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